外商投资法,我觉得这个法律应该更早的就应该出台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以来 我觉得外商投资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以深圳为代表的这种特区在发展过程中作用更加明显 那么我们应该重视外资 这种外资在我的理解看来不光是包括资金也包括技术 保护知识产品然后禁止强迫性的技术转让这方面 能不能提到一些保护的方式 完全可以 我们前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草案 这块的条款全部都列进去了 对将来以后的法律的规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您觉得这个法的推出是不是跟美东贸易战有直接的关系 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吧 因为之前其实也有相关的法律 这次实际上是对原来的三法的一个补充 这能不能看成是一个中方对美方的一个让步 我不认为是这样 确实是我们整个法律体系的一个完善而已 这是不是涉及的变革 是不是 我讲完了 除了负面清单之外的项目 最后就要从投资前的审核进来以后可以享受负面电影 这是相当好的条款 是吧 原来的事情不一样的 关于建立负面清单这一项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清单呢 这个 改了一个 那个就是对于这个外商投资法 就是算不算一项结构性的改变呢 这个 您觉得是不是呢 这个 算不算一项结构性的改变呢 谢谢 说不到这个 能不能谈一下 外商投资法肯定要投赞投票 因为这个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利 对外商来中国投资更有利 您觉得这是不是属于一项结构性的变革呢 我感觉这是加快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举措 是吧 在美中贸易托争中 是不是一个中方的让步呢 你不能这么理解 中国方面呢 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不做出重大让步 你觉得这个协议能谈得成吗 不是走 这个有的时候大肆手去 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特朗普嘛 有时候也是下降的 这个方面最好不要问我 我是做文化的 如果谈成了协议 你觉得是不是对中国的消费者 也是有好处的呢 那当然了 这个是做的非常重要 我天天关注这个问题 一个通过两国的开诚布公的 这样这种谈判 任何领域都有可能取得一个 双赢的一个局面 在医药领域呢 因为这是救人的东西 双方可能会更加坦诚 因为人性应该是美好的 erem 没有了 你们怎么会更加坦诚 我们们好 我们有一个